赛前我曾跟教主约定过 不管我俩谁在前谁在后 一开始不要内斗 合起火来往前冲 然而就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车是教主 所以每当教主在后面贴得很紧的时候 我就开始玩命防守 一防守呢 前方的大部队就跑远了 其实以我当时的长距离速度 如果我没有专注于防守后面的教主 我跟教主卯足了劲往前冲的话 名次应该还能往前再提一提的 我对队友重拳出击的同时 对对手却微微懦懦 阿尔聘车手奥康直呼内行 过了9号弯后 身后的777号车手朱岩 开始直线抽头 这么小二科的方式想把我偏进内线 我当时没搭理他 结果他居然出弯速度这么快 直接跟我车身发生重叠了 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敢在高速弯动手 立马走一个交叉线反击 是我保住尊严最后的倔强 但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这个777号车手朱岩 就是起步被撞掉到第7的选手 但他几乎以一圈超一个的速度 最后居然以第二晚赛堪称凶残 他绝对是本届实力最强的选手 没有之一 这边鲁超好像要对周云峰下手了 我们看看他是否能在这一圈弯车超升 鲁超好像上一周CGCC 发生一些事故 对 受伤的情况 昨天我看他还是坐着轮椅 今天就在赛车上 也是非常厉害 带伤上阵 这边弯速比周云峰快很多 这边线路会更紧 但是看出弯的速度 出弯被拉开了一些些 诶 周云峰走到内线去防守 再摆回来 差距还是不太够啊 刚刚678号班 看来周云峰拉开了一些差距 我们看看T10有没有机会 媒体老师互相之间都非常数 他们一定是赛道上的常年的好朋友 这边也是 应该也是好友之间的上演一番对决 这样看来没有太好机会了 上坡下坡的路段 12万以后应该就不会有太好的超越机会 如果不失误的话 对的 方格奇挥洞 恭喜张超拿到了 第二战第一回合的冠军 朱延这边是拿到了全场的第二位 葛文波拿到了全场的第三位 周振飞第四位冲线 那么这四位也是 应该是专业组前四位的车手 周云峰拿到了全场的第五位 同时也是媒体组的投名 鲁超在他身后 最后一圈尝试展开了一番进攻 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超越 鲁超拿到全场第六位 也是媒体组的第二位 教主因为腿伤 所以这场斗志并不高 他的单圈其实比我快 只是因为我在前方压制了他的速度 所以他才会屈居第六 不过这个老六很调皮 而且很鸡贼啊 最后一圈的大直道 还抽头吓唬我 想把我骗进内线防他 以此拖慢我的速度 不过我时时刻刻都在看着后视镜 他的进攻距离明显不够 我怎么可能会上他的贼档 所以没搭理他 不过教主昨晚帮我分析数据 对我今天正赛帮助真的非常大 尤其是他指出来的 我跑得并不好的那两个弯 我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过我感觉才从他这学到的本事 转头就用来对付他 好像有点不太地道 不过无所谓了 兄弟嘛 就是用来坑的嘛 对不对 你们看下车号是谁啊 我再替自己把你放过去 我说放过去一会儿 我俩一起往前走 只要大主看着一过我 一开始防我 我说我走 什么情况 18号车手 放进来 上一场 闪个灯 我闪灯估计你也看不见 你这个状态 你那个状态 刚开始跑黄车赛事件 一上去上头了 谁都是杀人父母 干对手 不是有防守 干队友 你去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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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以为你掉车中大户装的 因为我看那个二关子 我也太麻烦了 叫车中大户装去吧 回看这第四好吗 我再去上车 山伯总 给我三号 他在那邊 啊到我了 取槍飛啊 哦 取槍飛嗎 我都不懂 沒拿過槍飛 所以我不懂這個流程 你不得取這槍飛嗎 OK了 走吧 還有流程嗎 沒有流程 分槍飛嗎 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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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差 我好不容易拿一個罐子 我還得洗 你可以 就是洗了 照什麼樣子 別掉了 組別第一 全場第五 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是第二次來寧賽 第一次是跑CEC 但是跑CEC那次碰到雨站 所以我那次只跑了一節干地 然後我對寧賽的練習時間 真的是嚴重不足 所以一個差不多接近第一次來寧賽的人 怎麼可能能拿到第一呢 這是因為現在的汽車運動 他比較的冷門 然後呢 汽車的賽事組委會呢 為了調動很多的汽車愛好者的這個興趣 呃 他會在一個組別裡面劃分很多個小的組別出來 這樣呢 就能讓更多的人能拿到獎 這樣能激發很多人的這個參賽的這個積極性 這是因為中國賽車嚴重缺乏關注度 說句難聽的 連CDCC和China GT這種國內電堂級的比賽 都完全是業內人士 燒錢自嗨的產物 沒有任何群眾基礎 票根本就賣不出去 用專業話數來說 就是完全沒有形成商業化 產業化 所以中國賽車真的就是一幫廠商跟老闆們 自掏腰包在苦苦堅持 我不知道他們還能堅持多久 但所有為了推廣中國賽車的人或者企業 我都想置以崇高的敬意 Respect 昨天的決賽第一回合 我拿了一個媒體組的第一名 然後全場排第五個 完了今天的發車規則呢 是抽籤倒數發車 他會抽到第六名第八名或者第十名 然後昨天呢是抽到了第六名 也就是說 昨天第六位充現的教主 今天會排在幹位 而我今天呢 會第二位出發 但是我後面的那四個人呢 都是寧波本地的地頭蛇 都是高手 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 其實最主要的是防守 第二回合的決賽 我跟教主約定好了 發車之後 如果他在前 我就負責防守後方 如果我發車更好 跑到了前面 他就負責擋死後車 一隻蒼蠅都不給放過去 當時我預想的結果是 教主瘸了一條腿 只能單腳彈射 大概率是我跑前面 他負責防守 真可憐啊 教主瘸了一條腿 還要在場上玩命 你可一定要堅持住啊 跑到紅燈熄滅比賽開始 萬萬沒想到啊 這個瘸子單腳彈射 居然不輸我雙腳彈射 於是呢 我就跟賽前約定的一樣 很默契的走進內線 當時我給左側只留下了 不到一台車的身位 目的其實就很明確 就是告訴後方的車輛 2號彎 我就不可能讓你進來 但即便我只留了 這麼一點距離 後視鏡裡 還是有一台後車 四季延遲剎車想插進來 賽車防守這東西啊 有時候就像拒絕異性的追求 你必須得斷掉他所有的念想 他才不會胡來 於是我趕緊提前關門 把左側僅剩的 不到一台車的距離 也完全封死了 後車才徹底打消插內線的幻想 而教主眼見我走的內線 他迅速拉到了外線 帶著更高的速度 往前衝進了4號彎 瞬間帶開了很長一段距離 而我剛擋住左側77號車插內線 右側又一台車也跟教主一樣 衝出外線 想帶著更高的速度把我抄掉 我當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順勢把4號彎的內線又給卡住 他只能被迫降速 於是來自後方快車集團的 第一波攻擊狂潮被我打退了 但是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因為後方的4台車 全速都比我快 近5號彎之前 我先在內線卡了很長一段時間 觀察了一下 確認他們即使是延遲刹車也進不到我的內線 我才到刹車區的時候 迅速往右邊變線 一腳中砂循跡入彎 後方的三台車同時進彎 後面多台車並排進入5號彎 對咯 我要的就是這樣的效果 你們鬥起來了 我才能跑遠嗎 這邊魯超依舊能夠帶開比較好的差距 鄧雲峰在後面 這邊朱岩已經上到了全場的第三位 目前全場最快圈是由朱岩777號車手 做出來的2分07.287 這邊鄧雲峰也已經把魯超追到一秒以內 當天我正賽的節奏真的也不錯 單圈的速度基本都能穩定在2分07秒左右 所以後車其實追了四五圈才開始撵上我 這個時候其實才是真正的考驗來了 後方的777號車上山追我追的好快 9號彎跟我還差了半條直道 但到了山頂回頭彎的時候已經撵到了我的屁股 回頭彎這裡它走了一個更大的進彎角度 妄想通過交叉線出彎跟我並排 我在彎心的時候稍微降了一點點速度 等待的時間更長一點 出彎走了一個中線 順勢呢就把它出彎加速的勢頭給擋了一下 下坡彎的時候我也依然是提前入彎 雖然會降低一點出彎的速度 但是在山頂上坡下坡的時候其實不太好抄 所以我看準了這一點 到了最後的三連彎的時候我過的又還不錯 因此出彎又把它帶開了 直線上它並沒有追近我 但是到了2號彎跟3號彎的出彎 我做的沒有它好 它又開始追近我 這邊前面鍾玉峰也是被朱妍追到了身後 哇這邊非常的跳躍 朱妍走的會更寬一些 出彎速度好像確實會有一些優勢 感覺能夠追上這個尾速上是有差距的 朱妍峰的第二名的位置有些危險 看怎麼防從內線走內線 看它出彎 其實只要能在外側形成定牌也可以 因為之後是連續的右轉 對的我們看一下六七八號彎角的右彎 他們如何處理也是走的更寬 然後切到彎心的話尾速會更好 對的但是看它開油的時機 看一下還是站住內線 接下來是九號彎一個左轉彎 站住靠中間的線路 對但它這樣可能出彎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七七七號 前方的九號回頭彎 我就必須做一次賭博了 首先我肯定不會讓它進內線抄的那麼輕鬆 但如果它去外線的話 它到底會兜外線去走並排的路線呢 還是走交叉線過我呢 我覺得它肯定也會跟之前一樣走一個交叉線 所以我在彎心的時候又把速度放的很慢 出彎走了一個中線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 七七七號車居然選擇去兜外線 等我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它的出彎速度比我快得多 到了10號高速彎 其實它有錯過刹車點 尾部還稍微側滑了一下 但我居然沒追近它 因為這個高速彎是我過的最差的一個彎道 來到第一個上坡減速彎 它很明顯感受到了來自我的壓力 出彎很罕見的推頭走大了 我開始將距離一點點追近 到了第二個回頭彎的時候 它因為入彎角度太小 出彎我直接撵到了它的屁股 它選擇走內線防守 我選擇走外線 到了刹車區 我極限反刹 希望走一個交叉線 但出彎還差了一點點 它在剛才那個彎道有足夠的耐心 並沒有出現很明顯的失誤 只是離譜的是 我走了一個更大的線 它的出彎竟然比我還快 高速下坡彎 它給我拉開了一點點距離 但緊接著回頭彎 它因為入彎速度太快了 於是走大了 我直插內線跟它並排 但很可惜的就是上坡下坡 這段路真的不好超車 這大哥在這段路上至少失誤了三回 被迫防守了我一回 但是山頂上就是真的沒有超車機會 再過最後一組三連彎的時候 我習慣性特別貼右邊 後知後覺想起來其實大錯特錯 因為這車沒有LSD 特別貼右去追求盡早開油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開油也是打滑 還不如把進彎速度再放快一點 於是我只能看著777漸行漸遠 那一刻我只能望著更遠處的教主默默祷告 你可一定要頂住啊 之後得知 教主直到最後一圈才被超掉 我更怨恨我自己了 要是9號彎我的防守策略賭對了就好了 但凡能再多打他一圈 那結果多美好 唉 也是恭喜朱妍拿到了第二戰第二回合的冠軍 武超從幹位出發 在最後一圈的14彎啊 一個失誤的情況丟掉了第一的位置 最終收穫了全場的亞軍 東雲峰則全場比較穩定地拿回了全場第三的位置 非常出色的表現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為C組的選手頒獎 邀請第三名高若祥 我們有請第二名車手周俊菲 還有C組的冠軍 魯超 那麼我們再次恭喜這三位車手 好了 趙麗要給一個視頻做個結尾嘛 首先呢我對自己這次比賽的表現呢還是挺滿意的 雖然有點遺憾吧 但是總體我覺得還算OK 符合我的正常的水平該有的表現 我覺得我最大的優勢就是穩定 發揮極其的穩定 幾乎就沒有出現過什麼致命的失誤 除了絕對的圈速不快 其他表現都是挺好的 然後通過這次領課杯呢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首先第一就是視頻裡面說過的科學的數據分析 對於比賽真的幫助太大了 比自己蒙頭去跑去刷圈有用多了 真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職業車手他教你 不會吧